主席各位同仁 杨部长以及各位列席各位长官 请一下部长 请杨部长 方伟委您早您好 我想简短请问一下 不敢当您说 你们的事实上 欧盟对中国大陆的 武器禁运 事实上目前为止 不知道今年的 情形是如何 因为这部分可能不止 牵涉到外交部 当然主要是我们对台湾而言 是国防部 但是外交部因为跟各国的 外交系统 国防部跟各国的 尤其美日跟欧盟各国的 军事系统 那么除了不只是台湾 甚至美国跟日本 他们对于欧盟的 各国家 其实也都有一些 台面下的外交的游说了 尤其这次维基 解密之后 我们可以更一窥其貌 可是呢 您觉得 这个 在东北亚尤其韩国的这个局势 会不会影响到 好 就比如说 这个因为美国需要借重 中国大陆来去跟 跟北韩 好 就一方面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李明博 南韩好像比较强硬起来 有别于他的前任 比较强硬起来 可是 这个毕竟还是 得回来 因为强硬 你这个 剑拔弩张的局势 也不能够 一直很久持续下去 终必得回到谈判桌 那回到谈判桌 坦白讲 我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对北韩的影响力 好 可能大于 美国对北韩的影响力 或其他国家对北韩的影响力 所以 为了对 要 要 敦请 或希望说中国大陆 发挥它的影响力 就某种程度而已 在一些筹码的交换 或在一些大国外交的 这个 这个卧选下 可能 欧盟 而且欧盟的经济又比较差 就比较 他又需要一个 可能借着武器输出 可以赚取一些 这个 人民币 那在这种情况下 您觉得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筹码 或者还有什么样的游说的空间 可以来做 来 外交部可以做的 因为这可能 不仅是签到外交部的部分 也签到国防部的部分 甚至签到其他国家的部分 大国外交的部分 我这样讲 您觉得 我了解这个委员关切的地方 事实上欧盟是不是解释 对中国大陆的武器禁运 它有几个考量的因素 那么第一点我要报告的就是说 欧盟它有一个 这个叫 外交国防的共同的政策 有这么一个规定 也是说欧盟整体 对外的外交政策 跟国防政策 是一体的 一致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有关这个欧盟 对中国大陆的武器禁运 它最主要的着眼点 就是要要求中国大陆的人权的 记录要改善 那么经过这些年来 他们内部 内部 刘晓波最近的 对 而且这个天安门事件之后 还有很多人被关在里面 而且这个中国大陆 是不是签署 这个公民级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或是把它生效 这个都是很多欧盟国家 重视人权的 这些欧盟国家很关切的一点 也就是说整个 中国大陆的人权记录 跟它氛围啊 还没有到 让欧盟国家 有一致的认为说 可以解除对象的禁运 是有少部分的欧盟国家 主张 要解除禁运 但是并没有获得 其他国家的回响 也就是说没有共识 这个议题必须要共识节 所以你觉得目前为止 对 回到你刚刚提的 美国的因素 日本的因素 确实 因为如果对中国大陆 解除武器禁运的话 会造成东亚乃至于台湾海峡 这个军事平衡 势力的失衡 更严重的失衡 虽然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影响北韩 促使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更容易解决 但是美国也很清楚 朝鲜半岛的和平解决 中共的影响力 到底多大到哪里去 北韩 是不是完全听命于中国大陆 这个都算还是个问号 他是听 他会听 但是听到某种程度 听到什么程度 第二个 如果为了这个因素 而造成说是美国同意欧盟 不会反对 美国现在是反对的 日本现在是反对的 欧盟对中国大陆解除禁运的 如果因为这样北韩的问题 而同意欧盟对中国大陆解除禁运的时候 这个是长远的 造成长远的影响 等于在东亚西太平洋 军力的跟美国日本的整体国家的 长远的利益战略力 有相大的冲突的地方 所以不会为一时的要求 北韩做到谈判桌上面来 而对中国大陆的这个 所以您的分析是还好 我是认为不会用这种当筹码 更何况台海 你可以看得到胡锦涛 除夕也要访问美国 而且这次是国事访问 是吧 是第一次 胡锦涛上任 第一次到美国很多次 但是他第一次是国事访问 当然他们要获得一些成就 但是我相信美国在这一部分 不会有所妥协 就像美国不会 妥协对台湾的军售一样 因为胡锦涛我相信 还是会提台湾的议题 但是我认为美国 就我目前所得到的资讯 美国不会就这个议题 对中国大陆有所妥协 不会有所妥协跟让步 只是我们一般来讲 外界还是忧虑 就是胡锦涛去访问美国了 国事访问 那么过去 最近又公布了美国国防部长盖茨 也要去 在今年年中 可能要去中国大陆访问 双方关系开始稍微解冻一下 稍微更和缓一些 然后呢 这个台湾 要求美国的军购 尤其是比较先进的F-16CD 又比较被推迟 可是中国大陆 欧盟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武器的禁运 好像又有点松动 整个国际局势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可是事实上 对于当然我们 我们在外面可能是看看 这个今天通讯社 哪个通讯社发了什么新闻 明天哪个 这个媒体又发了什么新闻 但对于实际在实务工作 而且在第一线从事 不管是国防外交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政府的同仁来讲 他们讲 你们也应该有一些危机意识 是 一点不错 只是外面看到了这个 外面看到通常已经 在时间差上 已经是有一些落差了 那您觉得说 其余这样子 您还是觉得说是比较乐观的 我虽然刚刚这样分析 但是事实上就像委员所指出的 我们已经请我们相关的 驻外管处 把我们一些看法跟这个想法 很这个正确的 传达到相关的国家 政府那边去 因为我们看到 在上个月 12月的16、17号 欧盟的理事会里面 他们也提到 是不是要对中国大陆 解除武器军运 虽然这个还是没有共事 因为我刚刚讲过 这是必须要共事决的一个东西 还是没有共事 没有共事 但是我们不会 就如同给台湾免签证 也是共事决 共事决 但是我们不会因此放松 我们不会因此放松 我们会继续请我们助外管处 传达一些我们政府的一些看法 是我们当然希望说外交部在这方面 能够是有一些更值得 我们一般不要让 就是说 就是我坦白讲 在您这个这几年 尤其去年这几年 我们台湾外交上 是不是从邦交国的数目 这方面来讲 但是实质上的这个关系的增进 包括免签 就落实 加拿大 欧盟 这一国家 我们觉得是应该值得肯定 这部分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不应该 就只是纯粹停留 对外交部的影响停留 是哪个使馆 助理代表处要换车 谁要换又怎么样 不是应该 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这个 哥斯大利加跟中国大伦一签的FTA 对于这个 在中南美洲 一向是我国友邦最多 目前为止 最多的一个区域 您觉得呢 您觉得目前为止 对于其他国家 会不会产生一些骨牌 会产生一些效应 然后因为这样子 对于这个 这个台湾的邦交 会有一些 我们其实 不应该这样讲 其实应该已经 马中冷已经跟人家说 外交秀兵了 可是中国大陆的步伐 从这里来看 也没有什么停止 您觉得这部分 对中国大陆 中南美洲的国家 对于中南 会不会群起效尤 或者有一些实质上的影响 那对我产生影响 谢谢委员提出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 我必须要简要的回应一下 这个有关中美洲国家 对于这个 跟中国大陆发展经济贸易关系 跟我们邦交国 我们了解 事实上我们的邦交国里面 有已经在中国大陆 彼此之间 附设了这个商务办事处了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也这个知道啊 这个我们跟中美洲国家 这些邦交国的邦交 目前还是很稳固的 他们一再跟我们说明 我去访问的时候 他们来访问的时候 他们这个上一上级是总统 到那边去访问的时候 他们都一再的 一再的跟我们保证 跟我们之间的外交关系 不会有所改变 第二个呢 我们也注意到 中国大陆跟这些 我们的邦交国之间 经济贸易啊 这些往来 这个逐渐密切 乃至于甚至有贷款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呼吁 中国大陆如果 重视两岸关系的改善 和缓 台海紧张情绪的降低 那么他希望能够在国际事务方面 要认真的看待 两千三百万人 要参与国际事务 我们对外关系 要强化关系的加强 这一方面的期望 要正面的看待 也就是说 我在这里呼吁中国大陆 同时呢 我也要呼吁中国大陆 不要对我们的邦交国 做出让我们的邦交国 对他产生幻想的一些事情 如果中国大陆 如果中国大陆 比如说经济的诱因 或者其他的诱因 中国大陆如果重视 跟台湾这种关系改善 两岸关系改善的 这个议题的话 那希望他在对外关系方面 也同样要展现出他的善意出来 让两岸的关系才能够往前走 要不然在国际事务上面 如果造成对台湾的伤害 会腐蚀了 两岸之间好不容易 现在已经累积了一点善意 对 也就是说 其实您所说的 也是马总统说的 根据您这样的说法 马总统说的 这个外交秀兵 其实应该是双方面的 而不是我们单方面的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意思 而这一方是不是有同样 跟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 事实上跟委员报告 我们必须要了解 在邦交的这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 双方都是有这个善意 大家不在邦交国的 这个互相挖来挖去 这个工作上面 就在竞争上 已经停止了 我们这种拉锯战 或是这个拔河战的这种 耗费资源又没有实施 这个只有 只有突然浪费 双方的这个外交资源 两不得力 那在邦交上已经停止 那其他的实时的关系上 我们觉得 你还是要做出相对等的呼应 但是我们也可以要理解的 就是说 这些我们的邦交国 他为了经济发展 国家建设 必须要跟中国大陆 发展一些经济贸易的关系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就好像我们跟中国大陆的邦交国 在强化我们跟他们的邦交国的 经济贸易关系一样 我们要将心比心 我们要有这种度量 了解我们的邦交国 有这个需求 但是邦交的问题 不能够有所妥协 是 好 谢谢部长 谢谢